他拜託我們同時跟阿爸老師問的 這是玉林這個方面的這個問題 他說中國的這個蘭花戒指要怎麼處理 像說圖片當中的一個戒指 是要撐到還是老起來 很費工的 包括青苔的粉底的火山時鐘 怎麼會有的 不是要外小的人花 這是再來的消費性的人花 這個擁櫃擁櫃這種戒指 因為現在這很多 那麼有的比如說像這個發泡鏈石這種東西 其實你可以放在給他去砍 比如說這些東西你把他堆堆一堆在那個地方 那麼那個發泡鏈石這種東西 他是不會 他是不會這個暖氣的 其他這些 像 水草 或是說像你那可能要有 有些是 椰子纖維這種 那麼這種東西這很容易 很容易就會暖氣 所以通常你水會沾沾沾 稍微把它沾沾 這就可以了 就 可以把它分開 然後把發泡鏈石撐起來 其他那些東西 它會厚 會糊糊糊 那個稍微有時候說得難聽就是用蒸就把它吹掉了 很多人是會去做這種工作 他們會去把他堆堆在那個地方 這留一段時間後就把他 那個拋過 把他拿掉 這個泰泰 因為那個暖水草 或是說 稍微拋一下 它很快暖 暖暖過後 你把發泡鏈石撐起來 那麼發泡鏈石 撐起來後 你可以用這個 比如說 那整地 你把它抬到整地 抬一抬 整地 這樣 那麼 那你那個 泰不必泰很清晰的 你不能說 一定要泰得很清晰的 不必 你把它泰一下 大概就有 南瓜有 沒要緊 現在你去用這個 用泰子抬起來 最好就是用那種 那瓦子那種的 有了 有一種瓦 或是用的 瓦子抬 你的網袋 網袋你總要把它抬 那網袋 就是人家在抬 在抬長頭 抬 蒜頭 那種 那個瓦子抬 那些人都網袋 你把它抬起來 抬起來之後 你總要整地 把它泡在 膏蒙甲裡面 膏蒙甲 你把它泡過 然後它就撒困 這又拿起來 用 這 又拿起來 水又把它洗乾淨 這發泡鏈子 可以用 用過 再用 再用 你如果不要花銷 那麼這種東西 沒有問題 絕對可以一直使用 可以一直去利用 那麼 這些東西就是有機質 可以把它分開 那麼還有一種 針 還有一種處理的方式 就是說 它要 要過 那個進針 譬如說 我們這個發泡鏈子 你把它 浸水 浸水 它的鹽水會比較重 它會把它切掉 這個水草 這種東西 跟這個 牙籤 這個東西會比較普遍 你會把它勾勾掉 勾勾掉 純的 在它切掉 這個地方 就發泡鏈子 這樣你就把它分開了 分開了 你把它勾起來 再用 再用洗洗 就是你說的 這個火山石 那麼這個東西 這個來用 這起來 就有經過的消毒 大概就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 大概是這樣處理的方式 所以 這個針對 或是要浪 這種油 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是說水草 這個水草 但是你如果是有種過 種過 你要再拿這個東西來種 這有時候要注意 就是說 它有些 比較容易有些悲困 所以你可能就是說要 燒 燒 這個東西 那麼盡量可以分開 所以要分的時候 你就利用這個泡水 他不會說很了解 算你一堆地 你先把它拗 拗在那裡 那麼把拗過後 他 那麼淡淡 塑膠布蓋 他的東西 水草很快就變暖了 變暖了 那些東西 你把它 太乾淨 不用太乾淨 拿進去浸水 浸水的時候 他 牙籤 什麼 台頭所都會普遍 你把拗拗的拗拗的拗拗的 拗拗的拗拗的 就一分就拗掉了 不會很費氣的 那一步就處理幾個補底了 所以絕對會有的 就是說你如果是 這個修改處理一下 這對我們 來說可能會比較划算 因為這發炮鏈時 這個賣到全錢 但是 這個現金還沒差 所以這可以來做一個 處理 就是說 因為那個漏 所以我們在國內 很多人 如果是他有要做 瓦銷 因為要做 我們很多是做 那個組合盆栽 要做盆栽 要做盆栽 這個發炮鏈時的漏 所以他們比較不愛用 這個發炮鏈時的原因 就是說這個火山石 是一種 一種叫做發炮鏈時 這種東西 很多人比較不愛用 不是說他不好用 原因是因為 那個東西比較會漏 在做盆栽時比較難做 所以有的就沒用 這個原因是這樣 但是這個人重複利用 這種東西不容易壞 是一個很好的資產